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君言讲故事 喜欢等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1056集 可能过了有几个世纪那么长 可能只是短短的一两分钟 江言觉得自己不能呼吸了 江五将手一松 江言挡在车位上喘气 眼神中全是愤怒 江五的手也有点哆嗦 他给自己点燃一根烟 小嫣娜 你别怪哥 我有时候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我上一秒是人 下一刻可能就变鬼 魔鬼 魔鬼要跑出来 抓不到潘宝华 我会伤害身边的人 江言想说话 一张口吸入空气 喉咙剧痛 他顿时咳嗽不停 就算杀了潘三哥 你身体里关着的恶魔 也不会消失 在潘三哥让你受伤前 你本来就失控了 不失控 又怎么会做出那么可怕的事 如果那份文件里 记录的东西有一半是真的 江五的可怕和残忍 都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潘宝华会愤而出手 不就是因为他堂哥 犯下的可怕罪行吗 江五把过去都推到了潘宝华身上 江言却知道 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因果关系错了 江五忽然笑起来 我的好妹妹 原来那份文件 是你拿走的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什么文件 不要演戏了 不看过文件 又怎么知道我失控啊 小言啊小言 你该不会把文件交给了周成吧 你知道为什么自己 一直从小都很努力 家里却不会百分百看中你 一直要把你排在我后面吗 因为你的性别 女人天生就容易感情用事 你真是糊涂啊 不要不服气这个平语 你要是帮着外人对付我 你对付的 就是整个江家 你连家族都弃之不顾 让家族怎么信任你啊 小言 你要学的东西 还剁着呢 江言想要下车 江武却把车门锁死 你不要怕 我现在还能控制住他 哥哥刚才不小心弄伤了你 现在请你吃饭 给你赔礼道歉 恶魔和贴心堂哥 江武在两副面孔里切换自如 江言捂着脖子 他刚才说一句话 现在喉咙就像火烧一样痛 江武知道了 江武一定早就怀疑他拿走了文件 这次就是来求证的 他当然不会承认 然而江武已经认定了文件是被他所拿 江武一会儿掐他 一会儿又和颜月色 江言都怀疑 这条路是通往黄泉地府的不归路 江武分明是要找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把他弄死 学院的岗哨看见他被江武带走的 又有何用 哪怕江武真的杀掉他 江家也会掩饰掉真相 江家不能有这种丑闻 就像江武之前做的事 家里还是帮江武遮掩了 江言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他得寻找一击必杀的机会 江武的脚是薄了 可手上的功夫还没废 可能还带了枪 江言认为自己只有一次机会 他整个人都蓄力准备 等江武停车 他就会先下手围墙 可出乎江言的意料 江武竟然将车开到了一个水库 水库旁边修了不少房子 围墙遮掩 郁郁葱葱的树木 倒是一处十分清幽之所 江武将车直接开了进去 有人热情跑上来 江言陡然一松 江武就算再疯 也不可能当着万人的面对他下手 除非江武将目击者全部杀死 这怎么可能 这里可不是混乱的前线地区 也不是江家的势力范围尖灵 在济北省 江家可没有能力 替江武遮掩大案 江武将车停好 走吧 我听朋友推荐 这家山庄做鱼还不错 你还能去水库边上钓鱼 他虽然跛着脚 可看他开着这辆车 山庄自然十分热情 谁也不会轻视江武 江言讽刺一笑 现在说出去谁信 刚才江武差点杀死他 山庄的人跟在身边介绍 我们山庄开了这么多年 最拿手的就是做鱼 鱼都是从水库里捞起来的 客人也能自己去钓 除了水库里的鱼 还有山里的野味 如果觉得钓鱼无聊 还能去后山亲自放两枪 江言脚步一顿 他看见前面还停着一辆车 却眼熟得很 夏小兰的车 江武是故意带他来这里的 江言警灵大作 他当然不是担心夏小兰 他是担心周成 江武知道他拿了文件 也知道他会把文件给周成看 江言整个人都绷紧了 腿脚不变 江武走动的姿势也有几分怪异 一只脚搏着身体摆动的弧度不小 薄薄的外套下 江言能看到枪套的轮廓 江武带了枪 他一个文职有什么资格配枪 家里人真是疯了 竟然纵容江武到了这种程度 江言有疑惑 也有害怕 是家里人纵容江武 还是他们也管不了江武 他上前两步和江武并肩走着 为什么来这里 江武莫名其妙看了他一眼 不是说了 这里的鱼好吃 江言纤细的脖梗处 已经透出一圈紫红 指印清晰可见 江武的声音也有几分歉意 你疼不疼 我让人拿冰块来敷一敷 一会儿你喝点鱼汤 看看 多会关怀人的堂哥呀 外人看了 又怎会怀疑 江言脖子上的伤 根本就是江武掐出来的 江武的解释 江言一个字都不信 江武肯定是知道 周成和夏小兰在这里 他正这样想着 靠着水库的一扇窗户被推开 一根鱼竿从里面伸出来 还有周成的声音 你会钓鱼吗 我是江太公钓鱼院者上钩 万一有鱼傻乎乎撞上来呢 窗户的缝开得大了点 露出夏小兰那张好看的脸 和江家兄妹视信相撞 夏小兰看着江武和江言 特别留意了一下江言的脖子处 拿着鱼杆喝喝笑 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原来真的是二位啊 人生何处不相逢 两位也是来吃鱼的吗 周成把他拉回来 用眼神警告他 离江武这疯子远一点 夏小兰指了指自己的脖子 吃鱼就吃鱼 江言的脖子是怎么回事 手印清晰可见 淤血和肿胀清晰可见 力气再大两分 江言连喉骨都要被捏碎了 夏小兰都能发现的事 周成的观察力只会更细致 江武那个疯子 江言毕竟是他的亲堂妹 他连江言都要下手 周成把窗户推得更开 相逢不如偶遇 江言 你过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江言被掐着脖子的时候 没有难过 这时候却眼睛一热 周成还是关心他的 不会看着他受伤而不闻不顾 江言摇摇头 不用了 你和小兰难得见一次 不打交你们 江武却不理会他 冷笑一声 拖着脖脚走进周成 和夏小兰所在的包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